怎么样吗?你要找我吗? 没有,我满意 休意,那星球的园体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吗? 星球园体也是活动的 你要把插头,不要直接拉线 不要把它断 你要从头上拉过去吗? 不可能,因为是从脚啊 是什么? 有些某性 就是小一定体低的、星球 然后他层كون的各一种形状 然后一定体低以上的,星球 然后层员形的 好像是只有第一体的 有啊 我要改更改,白天就是关系不大 你要看,像月球还没有流体啊? 她不是原 她是原啊,但没有流体啊 為什麼會有硬的啊 月球上面都是硬的啊 沒有油體啊 應該是說星球 形成星球的時候 也是硬的啊 沒有沒有 因為月球已經小 那形成星球都不太會有硬體的情況 我同意你講 就是假設是一滴水 它在星球在宇宙中看就是圓形 我同意啊 但是假設是一滴水 它在宇宙中一定是固體 為什麼 因為溫度很低 但你講的是說 當我足夠大的星球 而且本身的溫度很高 不是不是本身溫度 我說當一定大的星球 就要成員這個現象是什麼現象 我認為是重力靈魂 就是因為它要讓 譬如說這樣講 我這每個地方的氣力都常冷 對 可是我身邊有個高山 有個梳下來 然後 這邊的體力 這邊的能量特別高啊 能量高 它容易滾下來 不管是石頭 它容易掉下來 它容易平衡 變成這樣 慢慢的變成這樣 慢慢變成這樣 就整個攤掉了 對不對 對 你說這是流體 靜力平衡 我覺得比較不像 流體靜力平衡 它也是因為 這邊有核心的吸引力的話 我這邊水不會凸起來 水就是把它散到各個地方去 就平衡掉 可是在月球上 沒有這個液體的時候 我們不太適合用流體靜力平衡來解釋它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是 能量 希望降低到最低能量的情況 所以它會把那種高山 往低的地方去填 這是趨勢 那它可能有雨時撞擊啊 可能有地震啊 反正它只要裂了 它已經往下滾 只要破了 一往下滾 那慢慢它就會 慢慢平衡下來 平衡下來 就是貪平 我認為是這樣的 那它跟流體應該關係不大 但可以說 流體靜力平衡 跟這個意思是 嚴格來講 它最後的驅動力都是一樣 因為它就是要靠 萬有密碼 因為 舉個例 靜力靜力平衡比較像 像 那個什麼 連通管 這樣 我這邊有水 我這邊水面 就不可能這麼高 對 一定會跟它 略略相等 這是 重力的關係啊 對 重力關係 我們的高度 會形成我們的壓力 它壓力 每個點都是一樣 我只要是等高的壓力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 水平面 這比較像是 流體靜力平衡 OK 好 好 那我們講科斯力 我們剛剛在討論科斯力 就 就準備下課了 所以我又 去想一想 因為 在課本上講到 氣流跟洋流是剛好相反的方向 我在想 為什麼會相反的方向 我們的地球 地球的旋轉是 這樣旋轉對不對 這個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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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的話 可以改變 太陽 我在這邊對不對 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太陽在這裡 哪邊太陽 左邊 是你的右手邊 對 也是東邊嘛 對 東邊先靠太陽 對 右邊就是東邊 對 基本上應該是 面向北邊 右邊是東邊嘛 這種習慣是 我們在北半區的習慣是 面向北邊嘛 對不對 所以太陽這樣轉的時候 太陽在那邊 地球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是東邊先靠太陽 所以是這樣旋轉的 好 這樣旋轉 好 那我們也就知道 這條線上 因為這是一個 圓嘛 我們是約著這個 北極這個軸線在旋轉 對 這條線上的 離軸心比較遠 這個線上 跟這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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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是北極 這是適當主 這是適當主 這個適當主 好 這個點 比這個點近一點 離軸心近一點 所以這邊轉的比較慢 相對來講 它的 這個速度 七線速度 對 七線速度 在北極的正 正上 差一點 有沒有水平速度 旋轉有沒有水平速度 它不會 它沒有水平速度 吃到肉是不是很大 有多大 速度有多大 30 每秒30 它24小時轉一圈 一圈 一圈有多大 我們一圈有多大 我不知道 有多大 地球的直徑 不是直徑 不是直徑 是圓周 圓周 轉一圈 你有沒有記錯 想說一個信 光一秒鐘走 第一個幾圈 七圈半 三乘以十二八四方 對 三乘以十二八四方 對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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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幫我驗這一圈一圈 一秒鐘三十公里 對不對 光一圈都三十 三十萬公里 對 不是啊 我說地球一秒鐘三十公里 三十公里啊 三十公里啊 你說三十公里啊 三十公里 他算一下 要十百千萬 十萬公里 十萬公里 地球的光 跟宇宙的光 好像速度不同 差不多 一樣嗎 好 只是受一個空氣的影響 差不多 受空氣的影響 受空氣的影響 好 陳偉 一周多少 四十萬 四十萬 你怎麼記得 四十萬 不是四十萬公里嗎 四十萬 應該四千萬吧 我不知道 誰要記一下錯誤 你少一個聯合 少看一個 欸 他單位是公尺嘛 三 三乘以十二八四方 是什麼 公尺啊 公里 八 公尺跟公里差千倍 多少 各十百千萬 十萬千萬 四千萬 四千萬 各十百千萬 四千萬 四千萬 三在十的八十八 對不對 公尺 啊 公尺啊 公尺嘛 那這是七圈半對不對 所以處理七點五嘛 反應多少 四零一邊 四零一七五 四千萬 四千萬 四千萬嗎 公尺啊 還換了公尺 4千萬是公尺 4千萬是公尺的 4千萬是公尺 4千萬是公尺 OK 四千萬公尺 4千萬公尺 四成十的七四方 公尺 好 這是二十四小時 那當然了 除上 兩十四 除六十 除六十 分中 除以六十 沒有,每秒一公里左右 每秒一公里啊 怎麼這樣 0.9 不是啦 一公里啊,每秒一公里啊 有可能 那怎麼沒有陰爆 因為空氣跟著你轉啊 所以要跟空氣有相對 陰爆是跟空氣的關係啊 對不對 我有個陰爆 嚇死人 有就是已經發生了啊 最後一個陰爆 陰跟著你走啊 因為我們地表的阻力很大 所以空氣是跟著你走的 我突然覺得我好快 是,你這樣覺得很快 OK 這吃到很好 吃到是每秒大概一公里左右的速度在跑 對不對 那是1喔 北極是每秒0公尺在跑 就是1000 那這樣子跟北極的相比 我們速度是比較快 這樣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們會活比較久 真的喔 喔,是喔 沒有速度啦 這個休憶 他跟相對論音的很像啊 就是還不在乎 他講的就是相對論音的意思啊 相對說你速度越快,你速度越慢啊 對啊 所以越吃到就活越久嗎 但是,事實上可以看起來 你壽命跟那個關係不太 事實上還有幾個事嗎 你到北極之後呢 因為你整個步度降低 進度大概降低 事實上老的比較慢 活了更久了 活了更久 你心跳跳慢一點就比我久一點 對啊,有人說 一個人一輩子 心跳速度是上等的 我覺得這個說法不要等等 這有人這樣說嗎 他沒有研究說 你像大象活那麼久 然後他心跳都不然這樣 對啊,因為你同意的說法 這意思就是不要運動 不是 所以有人說要打坐 你要練習打坐 你要運動沒問題 運動是讓你促進性的代謝 但是你心三節完之後 你要練習打坐 幫你身體靜下來 你身體靜下來 心跳變慢 所以呼吸會變慢 喔,就是這樣 不會,他就會進入比較一種 事實上這是殘血的東西 我不是很有研究啦 但是我還蠻相信的 所以你每天打坐之下 我沒有打坐 就是偶爾想到就是要練練深呼吸 對,你只會吃飯前吃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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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好笑喔 開箭的動畫 開箭的動畫 老師,你知道 不是有人在我 比如說什麼純純的東西 就是說那個 英國研究 你每呼吸 60秒 你就會解釋一分鐘就成名 英國研究不準 什麼英國研究 就是奶國研究 超純的 奶準 超純的 超純的 每個星期60秒 你會減少一分鐘的說明 就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你就是廢話嗎 對啊,你也不準 他太準了 他準了 應該說英國研究是廢話 你如果超越一分鐘 減少十分鐘的說明 這就不一定符合 是喔 還有報告說 你每過月生日 你就多一年的說明 就少一年 就少一年 你知道嗎 你就是 你多一年的說明 我過越多生日 我過越久 是是 所以要多過生日 他每天過 我每天過 ok ok 所以 你這六分過生日 別人都要給你兩塊錢 好 所以其實科斯力有點像是一種 就是 科斯力跟觀察者很有關 你觀察 譬如在一個火車上 我是那個 王健民 我丟出時速 150公里的棒球 假設我在高鐵上 丟棒球 跟在平地上丟棒球 我在另外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哪一個是比較快 要看給你三個 啊 這不是三個肉 對對對 看去哪裡 我怪怪的 好 這車往這邊跑 對不對 假設王健民往這邊丟球 沒有 我人在這邊看 講這是高 這是高鐵 高鐵時速大概是每秒 300公里的背 過戰的時候沒那麼快 不是 就是在躺的時候 王健民丟的球 那是150公里 每秒 好 我看到這顆球有多快 450 相對速度就是這樣 他變450 向左向右 所以你沒有講錯 你有沒有移動 我沒有移動 然後你那張是秒 還要公平 這是... 對不起 這是... 哦... 這是... 哦... 對不起 這是... 這是公平 然後 對 那如果說 他的地...表 地面上丟球呢 就只有150 對不對 好 那... 那... 我相信他現在可以 夠了 好 好 好 我們改成70 好不好 70一定是可以 我70好像也可以 好 那... 這就是因為他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載具嘛 承載他 所以他相對速度會增加 好了 在這邊 我們的風響往北邊吹 對 然後呢 我們會發現 當他離開這個赤道的時候 離開那點的時候 赤道他已經被... 地表帶了他 有一個這個方向的數值 來來來來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轉了一個角度 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個人在這裡 原來這個人在這裡 可是他看到這個風在哪裡 哪裡 會在...會在這邊 會比較偏這裡 因為這個風走得比 他這個人走得還快 就以水瓶書 以水瓶書 他...他就會... 他會... 他會... 他觀察這個風是 有點往右邊跑的 這樣講 廖老師 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條風 從那個... 赤道出發 往北移動 然後今天我站在那一條線上 是 我就會看到那條風是往斜斜 斜斜 略偏東的方向 對 略偏東方向 就... 當那個風吹回 這樣OK嗎 這樣倒了 這樣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呃... 好 你可以用那個啊 做個小實驗 這樣倒了 這樣倒了 我們... 另外一個人在卡這場 他... 這車椅子往這邊走 這個黃建平不往這邊丟球 他往這邊丟球 他想丟這個人 這個時數是... 這個時數是... 八十八 這個... 高鐵的時數是... 三百 黃建平看到他... 跟他一起的時候 他想丟球丟到他身上 對 請問他丟得到嗎 球會丟到還沒去 前面也... 球是會往這邊被 所以就只相似的位置 所以就只相似的位置 他... 還一定會怪先生 身上才帶了三百公斤的 對對對 因為他速度太快了 往這邊速度太快 那我速度丟不上 你馬上轉過來是... 這個人在卡車上 王建平在這個地方 高鐵上丟球 要吹他 他丟他的時候 他丟到他 因為球會往前跑 所以他前面一點跑過去 對 蛤 王建平丟一球 丟卡車他就往... 就變往這邊丟 因為他帶了三百公尺 因為地球在左 對 地球在左 因為這個風 離開赤道的時候 已經帶了... 每秒一公里的速度在跑 而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等於是每秒八百公尺 對 速度比較慢嘛 所以當你的風想去 要在別邊的時候 他這樣風速會有點自然 會向你的洞邊跑 好 OK 這樣子 這是從這個人的觀察者 調查看 從這個觀察者的調查看 那如果從車道的觀察者來看的話 他沒有變 因為我這邊看起來看起來 因為我還是在跟他走 因為當球到這裡的時候 王建平已經到這裡了 他覺得球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有道理喔 好 但是我這個人看的話 球是這個方向好 因為到這裡的時候 我車子可能在這裡 球已經到這裡了 好險 對 好險 好險 所以 事實上是這個觀察角度 第一個相當運動 那我會覺得風 很自然的從吃到不過來的風 它就是有點像這個方向偏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觀察角度來看 第二個觀察角度是 我們的風是一種 雖然說它是一個可壓錯性的 是一個可以擴張可以壓錯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認為說 它是有點黏在一起的感覺 彼此會有影響的 所以當我形成一個 形成一個氣流的時候 所以我們說 在北半球的台風是這個方向 在這個方向 吹對不對 好 那怎麼看呢 應該是逆死針 逆死針 因為我們 假設以這個風來看的話 我們這個速度是快 這個速度是慢 所以速度是快 是慢的話 它會有點 轉彎 會有點向上旋轉的感覺 嗯 因為 這邊轉的比較慢 正常的樣子 它可能這樣轉 可是 這樣轉的趨勢 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 帶成這樣子 就會向上轉 它就轉上去 因為它有點卡住 它被怎麼會卡住 被風自己卡住 這個風吹過來之後 它就比較慢 然後它就會 帶上 就會帶上 就會帶上 那個 水孔 那種水 那種水 對 你只要水是正常的流下去 北半球的就會 真的啊 那刺到水 你沒有看錯嗎 有 你只要 你只要沒有去擾溫它 如果你用手去擾溫它 它會轉過來 但是你如果正常的流下去 對 這臭蛙蟲還是臭 所以 吃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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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你變來變 應該臭蛙蟲不準吧 它會去 把那個洞側裡面 它就會變成這樣 如果它有 其他設計的話 就不一樣 那 假設我們一般洗手台 排鞋孔的話 就可能會比較穩一點 就可以看它的 漩渦會固定的 那 洋流呢 你看 這個是颱風 颱風或是氣穴的話 它是這個方向 那洋流不一樣 洋流是這個方向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馬桶水 都往那些方向 所以那就 不同吧 還是一樣是命 沒有沒有 剛剛有這個方向 有多多馬桶水 馬桶水 就是超馬桶的水條 那就是漩渦 好 跟洗手台 一定要在這個 欸 馬桶的水 水流跟洋流一樣 還是跟氣流一樣 洋流跟它沒有關係 洋流跟它沒有關係 剛往逆方向 是洋流的影響 洋流的影響 洋流的影響是什麼 洋流的影響是 事實上一樣 地圖在轉 這邊轉的比較快 這邊轉的比較快 但是因為液體有慣性 液體比較重 那慣性影響 比氣體來的影響 比較重 我現在這次馬桶水 看不太出來 這次馬桶 但是我們 這次馬桶水 我們看的是洋流 我們現在看洋流的現象 好不好 好 在吃到旁邊的 腳是太平洋 這太平洋 是太平洋這麼大一塊 這是吃到 這是一個很大便的液體 液體質量比較重 所以當我地球這樣倒過去的時候 這邊是速度比較慢的 這邊速度是更慢的 相對來講 我會 這邊的水 是不是 假如以水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水想固定 我地球在轉 我水動的話 是相對於水是往這邊流的 比較快 因為地球動水不動 這樣的意思嗎 對 因為水的怪性比較大 這麼厲害 呃 厲害 所以這樣講話 就跟那個 那個漩渦比較有一點 跟氣瓶不一樣 但是氣瓶比較輕 它比較容易受 我們地表的不同的形狀影響 它就阻力帶著空氣走 可是因為液體的東西 它比較沒那麼多的 過水地體 不是 因為液體是 液體是軟的 應該這樣講 好 這是地球表面 這是水 假如這邊有水 有火壓 我地表 在空氣 受地球的形狀影響 產生阻力是在上面 還是在下面 在下面 在下面對不對 這邊有樹嗎 有防空嗎 我可以帶動它 所以我是這個地方帶動它 在旋轉地動 好 好了 就用海的話 我們說洋柳 洋柳是在液體上面 在液體下面 上面 是上面那一層嗎 那同樣的 液體會被地球表面帶動 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下面 在下面 所以下面這一層 幾乎是不會動成液體 但是上面這一層怎麼動 是靠慣性 接受嗎 接受 如果是關心的話 我地球就是這樣往這個方向轉 那它就會往這個方向轉 那它就會往這個方向轉 不是 那我想像 為什麼就會往轉 關心就是像 你發一個配置 然後你推配置 水就會往下這個地方 那所以為什麼馬桶跟那個 其他的 好 這個跟像特斯利一樣 不是 像那個福克擺一樣 福克擺 它表面上的空氣阻力 已經對這個擺沒有什麼太大關心 這擺是獨立的一個個體 我完全懂 馬桶 我覺得馬桶跟那個什麼力 跟什麼力都沒有關係 因為馬桶跟它的那個 它的外型 外型的影響比較大 外型的影響比較大 假設正常的一個水流的話 它流下去的時候 要看到表面的光滑程度 應該這樣講 假設表面的光滑程度是很光滑的 它就是 這個液體存在的時候 就相當獨立於這個外圍 所以這個外圍地球的旋轉 對它來講 它本身是這個外圍 你只要那個時候 再做那個動作 測一點點 就會有差 好 完全力鞭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馬桶 因為馬桶 這是小特助的東西 小磁度的東西 但事實上它還是會有旋轉 好 完全力鞭 所以 海裡面是 它會形成摩擦力在下面 不在上面 但是我們看陽格是 只是看表面的那一層 對 空間的話 我們會覺得比較在乎的是 靠近地表的那一層 所以你的科技力剛好是 跟地球是有關係的 然後還主要是相反方向 好不好 OK 因為 課本上都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 所以這裡沒想到 但是 這是 這是 合理推論 小磁 但是你自己想的 還是查資料 課本沒有寫啊 資料上我沒查到啊 合理推論 合理推論啊 柯磊都合理推論嗎 缺準組嗎 那你說的不準 你說我 你說我到 我說到目前為止哪裡不準 都聽不懂 那是你的問題 哪裡聽不懂 完全 完全聽不懂 我每個字都是中文字耶 好 這個說法就有點像是 我不是問人家說 彭偏寅跟那個 彭偏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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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講的重點是說 我們現在能觀察到橫心 而且有興趣橫心的溫度 應該指於我們 音樂器裡面的 的橫心 那 銀河系相對整個宇宙的刻度來講是太小 所以那銀河系的影響是沒有紅偏寅 紅偏寅只是星系跟星系之間 這個A銀河系跟B銀河系跟C銀河系跟D銀河系 這麼遠的距離才會看到紅偏寅 所以紅偏寅的觀察影響只有在很遠很遠很遠遙遠的星系 就是因為我們宇宙在膨脹 它會有紅偏寅的現象 如果星系與星系之間的原理就會有紅偏寅現象 理論上是 但是就銀河系本身這個裡面的恆星來講 因為它都是這樣子轉出來的 沒有相對的一個問題 因為銀河系太小了 銀河系太小了 也就是說 這個尺度來講的話 裡面的星球 就算有紅偏寅也觀察不到 我們在觀察到紅偏寅真的看得到 就只有星系跟星系之間的影響 可是星系那麼遠的星系 裡面可能幾億顆恆星 你看起來是個點啊 所以你不會有心理研究說 那個恆星裡面有什麼東西 因為你看不到 所以那才有記住紅偏寅的這個 紅偏寅只是說宇宙浮漲啊 因為它是觀察星系跟星系 所以它真的有觀察到 有觀察到 但是像紅偏寅這個理讀 好像也要被推翻了 那就算了 有人說 事實上可能紅偏寅不見得是 不見得是宇宙浮漲 好像也要被推翻 意思只是有人提出相反的枷說 對 有人提出別人的枷說 那是什麼原因 什麼什麼原因 為什麼紅偏寅不是宇宙浮漲的理論是什麼原因 它可能是宇宙 宇宙空間扭曲啊 任何的情況都有可能 我們不知道 對 對啊 因為宇宙我們能夠觀察 我們的能力太有限了 你看我們30年前發射的太空船 好不容易在今年離開了太陽系 30年前發射了太空船 30年前我們的科技還很落後嘛 對不對 30年前發射了太空船 好不容易到今天為止 今年還離開了太陽系 太陽系在整個宇宙來講是 可能是幾兆分之一吧 幾億兆分之一吧 是太小了 銀河系 那我們的銀河系 相對整個宇宙 也是那麼的微不知道 就是一點點而已 對啊 那如果我要去 從我們的科度去觀察整個宇宙 是很難 所以說為什麼紅偏寅不見的是宇宙膨脹 因為當初只是提出這個假說 提出這個假說的人也是合理吹論啊 對 他剛剛紅皮的現象 他合理所以說宇宙膨脹在膨脹 可是後來沒有人可以反駁他嘛 是不是 市長 沒有辦法研究出 我沒辦法反駁他 我提出這個假說 然後 然後我的那個 我的認證都合理 所以我 我說他是正確的這樣 就像重力 重力你講沒有 雖然重力你這事情存在 那結果你講說那重力脫 好 我問你個問題是 我假設這邊 我這邊 我出現在這裡 被我的影響 我的重力影響到你是 瞬間影響 還是光速影響 還是每拿100公尺影響到你 就是 你會被我引力影響嘛 我這引力影響是 我只要出現就有了 還是我一出現 這重力會有什麼波動 慢慢慢慢出在身上 你才被我引力影響到 對 像這個重力波傳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沒有被我拉到 原來是光速影響 誰知道 你要做實驗 要瞬間影響 對 要怎麼去做實驗 這可能就是 遠時經過地球會被騎 因為像剛剛 志宇講那個假說 重力波跟光速是一樣 這是一個假說嗎 對不對 可是你怎麼證明它 像這個論 而且你其實這假說 沒有任何根據的假說 是吧 對 那像這個論題沒有提到 怎麼去驗證它 它的說明是學說 那問題是 它其實這學說怎麼去驗證它 你不能在我們地球 創造出 砰 一個重力 一個質量突然出現 或者砰 這個質量突然消失 有沒有可能 在地球我們追求的是宇宙那個 那個 那叫做什麼 質量 質量 對不對 那你能夠 突然間創造出質量 這有個什麼可能 海龍 海龍 海龍也不是啊 我覺得有空間不見了 怎麼樣 比如說暗物質跟那個 什麼是暗物質 你都可以知道一個什麼 可是暗物質在地球外 什麼是暗物質 不一定在地球外 就懂 就懂 我們談一些 談一些新的名詞 提出新名詞 必須對名詞做解釋 OK 暗物質是假說的 對 如果你不知道那個名詞 我們就不要把它納用 應該是說 好像是 暗物質 暗物質要解釋 暗物質的概念是像 我在科學有 是 暗物質的概念就是 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 你挖洞 挖洞就會有土 那這個土它就說它是能量 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 你產生的能量 你還會有個坑 那這個坑就是 暗物質 然後它倒沒什麼意義呢 我也有這個概念 OK好 報告 我是沒聽過這種 但是我 我是好像是說 反物質好像是說 用 你說我們地球的電是 帶負的 然後呢 有一種東西帶正電 那就是指指嗎 蛤 指指帶正電嗎 不是我說電子 正電子 正電子 然後它裡面的指指 什麼 好像是 帶不同的電子 可是因為我們 在目前的 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是聽錯 我都弄過去了 我同意 我第一說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新的名詞 我經常說 在我們能夠接受 而且看過 能夠解釋它的名詞 來做解釋 但會比較容易 結果所有的知識 都對於在過去 既有人知識嗎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對 那今天提出一個假說 譬如提出一個假說 譬如暗物質的假說 假設像 剛剛 老媽說的這個說法 是說 我們基於一個宇宙平衡的概念 有正就有負 有出現就有消失 所以它 一根本說消失的 這東西就是暗物質 就像我們講說 電的移動 電子移動 所以這邊才是一個電動 對不對 我電子從那個地方移開了 瞬間 我這邊是出現一個洞 這叫電動 電動帶鎮電 電子帶負電 是這樣 可是電動真的是存在嗎 沒有 是想像的 是假設的 這是一種說法 我們跟妳解 我有用過一篇科學 文件它是說 網路舉動中 一直有正物質跟腹質 一直在消融 就是正跟腹 遇到它就會同時消失 然後呢 如果那個附近有黑道的話 可能腹的物質被吸引 然後正物質剛好被吸引的話 那這樣就平衡產生一個物質 OK 好 這個目前我也沒有辦法證實 我沒有辦法 就我所理解的東西去跟各位做解釋 那我在講說 就剛剛講重力波的事情 我們可以想像 我一個光 手電動 你會覺得光從這個 源頭照到我眼睛是需要時間的嗎 好 這一個大一個感覺 這是有輸入的 好 我這主要有一個重力 這重力對我的力量 需要時間 我們現在對這個東西 失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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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怎麼去證明它 好 愛因斯坦有提讀它的相對的問題也是 但是這個講說 我們一直也沒有辦法證明它 因為誰能夠平衡創造一個物質 好 物質怎麼創造出來 就是說這個質量如何 我們講物質就是 具有空間 具有質量 在哪個空間是具有質量的 就是物質 這個物質怎麼平衡創造出來 平衡 平衡啊 欸 目前來講好像原料 當然是有 我們不是聽過像這個嗎 所以把能量 誰跟你聽過聲 你被聽過 職能部分聽過沒有 你聽過原子彈沒有 我只知道把那個 物質變成量 但是能量變物質 我沒聽過 原子彈就是把那個能量化消失 對 原子彈就是把質量消失變能量 對不對 但是能量變質量 能量變質量是什麼 就宇宙爆炸就是能量變質量 宇宙爆炸那裡 上下不是所有的能量變質量 就物質就跑出來了 不然怎麼會追物質 可是我們沒辦法 我說我們沒辦法去實驗 OK 所以在超新星爆炸 什麼超新星爆炸 遙遠的宇宙中間 還有一些殘留的能量群 所以就 砰 就出現了質量 因為星爆炸不是那個 反正是中指星還是 巴爾星爆炸 能量跪跡 能量跪跡就是 它產生新的星球 產生新的星球 那一上就產生質量 產生質量就產生重力 所以現在觀察什麼 所以現在科技家怎麼做研究 怎麼證明這件事情是有影響的 他們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一個桿子 旁邊都有重力 都有質量 然後呢 假設這東西有被吸引 它就成了一個波 所以它今天觀察到 哇 宇宙中我觀察到 用光眼鏡觀察到一個超新星形成 有一個突然出現的質量 突然形成 因為光速 它那種光速 在愛因斯坦的底部裡面的光速 重力拖沒有光速快 所以當我觀察到它的時候 我就把那時間器材準備好 就等 等到那個重力波 等到那個重力波撞到我 可是它有沒有 它有辦法證明 可是它 所以它假設重力波的距離是無限的嗎 沒有 就是超新星的位置 我說它可以牽動的距離 就是說 是無限的 就是 我意思是 我的引力可以碰到 我的引力跟101有互相影響嗎 有 我的引力跟月球有互相影響 我的引力就是可以到多遠 無限遠 那它目前來講的是無限遠 它沒有什麼力 它沒有什麼力 所以 它星爆炸好像不是平衡型那些星 它是星球爆炸 星球中止星爆炸 對 然後變沒有能量 變物質 它是融合過 或是把鐵變得更漂亮 對 至於我跟你講 太陽的燃燒 它是只有從質量變能量 是不是 它是一直不斷的做和融合反應 對啊 它放出這麼多的能量 表示它是從質量變能量 所以當它變成 中止星或是變成黑洞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一個高能量區 我是聽說因為它的鐵不夠的能量 進行和融合之後 它就塌縮 就是能量不夠維持它的和融合 然後它就塌縮 我不清楚這個怎麼去說明它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說 它的能量 事實上是 能量跟物質 是本身一直不斷的交互產生的 是一直不斷的交互存在的 當它變成一個黑洞的時候 它可能會再吸引更多的質量進去 但是進去的時候都變成能量 因為它是一個很高能量區 高物質區 變成能量之後 它有可能會再變成物質 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觀察是 宇宙中一個超新星星星 它就是一個質量突然出現 我們可以講它的質量是突然出現 它實際上是高能區突然轉換成質量 也許我講的是超新星星 跟你講的超新星星是不一樣的 但是宇宙中就是有一個能量區 突然變成一個星球 或突然變成星雲 反正這個能量區 突然變成質量出現的時候 這就會產生一個重力球 它對旁邊其實也有重力影響 那我們現在在地點上要觀察說 到底重力球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我們就只能這樣觀察 不然怎麼去創造那個物質 對 我現在不能說 好像把所有電燈的電集中在一起 這變成質量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目前沒辦法從能量變質量 好像沒辦法 擁擠人的力量沒辦法 但宇宙中還是有出現這種事情 就是質量突然出現 那我們就把質量出來出現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想說 這宇宙是無限的大 也許在宇宙爆炒那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星球突然出現的這個遺跡好了 這應該就叫遺跡了 有這種訓效嗎 我沒聽過 沒關係我現在講給你聽嘛 這個星球突然出現的 可能是 100億年前形成的星球 可是那個光呢 結果100億年前才傳到地球 那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看到的並不是 今天形成的超星星 這超星星的星球突然是110億年前的星球突然 所以光經過110億年前才會傳到地球 那它的重力波多久會傳到地球 可是這樣怎麼認證都不對啊 為什麼 如果我說重力波速度比光速還要快 那如果說你有辦法證明 計算出來的話是這樣子 因為它如果比較快 那我現在觀測到 也沒有 因為代表我已經被它影響了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對啊 而且你給它慢 它到底是慢公司 所以我現在講說 愛因斯坦它有計算出一個理論 它證明了中力波的速度 所以它也有公式 有公式啊 所以今天科研在台語想要去證明它 因為它有一種 它也有一個假說了嘛 然後它也有大概的一個驗證的方法 對 它沒有驗證方法 它只是提供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計算式 它也有一個計算式 但是沒有告訴你我們驗證 喔 我已經計算式 不是算是一個證據之一 沒有沒有沒有 計算式只是它 修律師 你說的是大一同一論嗎 不是 不是 就是純粹相對就是 它計算出來的光速 質量的一個關係 重力的關係 那全部都放在裡面去計算 平常大一同一論 還有電磁波論 如果自然類似歌 但是那部分沒有講好那一通 那順便是 難量跟質量之間有關係 還有實驗的關係 我怎麼知道 它腦袋也比較不一樣 所以很常人對它腦袋有興趣 所以它腦袋還會消失不見 被人家偷走 因為大家很講研究 它到底腦袋有什麼構造不一樣的地方 是不是有 然後 作者特別多 聽說是這樣子 作者特別多 應該也不是造成它這麼 因為它每一個 腦的作者裡面有實現一個神經細胞 它作者特別多的話 就是說可以比較重 比較 它的刺激點比較多 突出比較多 實際上有另外的說法是說 像愛因斯坦的出現是一個激烈問題 就是說假設愛因斯坦不出現 也許過十年後 另外一個人會取得愛因斯坦會取 他會做不同的研究 同樣的工程 突變 我們知道什麼突變 就是說 我們宇宙的發展 雖然說譬如牛盾 愛迪森 愛因斯坦 很多不同的科學家 他在當下做出一些貢獻 我們都懂得好像這個科學家的貢獻 貢獻全部都消失了 沒有啊 但是到邏輯上的話 就是 對 實際上是 也沒有後面可能 是時空背景的問題 剛好聚集了 這個條件存在了 只是剛好有一個人就把它促成 好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 愛因斯坦的提出相對就是他自己沒辦法證明它 他自己很多東西是沒辦法證實的 就像牛盾提出 重力這個原理 這個邏輯 也沒有人證明 也沒有人證明地球的重力是多少 地球的質量是多少 沒辦法證明 也就是隔了幾十年之後 才有人證明它 想出一個方法是證明它 那愛因斯坦這東西也是 有一個人就想 那我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證明 中靈波的速度 對不對 請問那個 感感到最後的動 我只看到這個研究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到底做完了沒有 做完了沒有 你知道 對 可以再查一下 好 我們講一下 我剛剛看的它的議題是不錯的 焚風 焚風 可以解釋一下 焚風 為什麼有焚風 因為焚風吹過傷之後 它用水氣沒辦法帶過去 為什麼 水氣沒辦法帶過去 為什麼水氣沒辦法帶過去 因為那個 高山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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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水都在下 所以說 水都在下 在山上已經 淋結這種 水或雨之類的東西 之後再從山之外面 摔下來 就是沒有帶水的空氣就會比較乾燥 比較熱 OK 好 先好 所以基本上 比較乾燥會比較熱 蛤 比較乾燥會比較熱 比較乾燥 應該是 又容易加溫 體力冷溫都不是 比度比較高 它是比較容易加溫 它比度比較小 又沒有水 比度比較小 所以如果剛好沒有加溫就是 就是 就一般的風 就是乾風 就是乾風 但是 一般來講 澎風 它之所以對植物造成大影響 不大是溫度的問題 像是乾燥都很大影響 因為乾燥就讓植物大量的蒸發水分 所以澎風吹過來 它們的植物是乾死的 乾死的不單單是溫度把它燒 因為四五十度 事實上對植物來 遇不見的會死掉 但是因為 它乾燥 非常的乾燥 所以它就 會把水分搭到 噴風吹多久 噴風有時候吹個早上吹一下 唉唷 那有 很多直播都會死 所以一般來講是在 花東縱骨 花東縱骨 吹風 然後越過那個花東 海岸山脈之後 過來的風就是噴風 所以 噴風 所以是吹大量 就是 主要台東地區 花蓮地區 有時候噴風就滿明顯的 對 那它不是從花東縱骨 往那個海上吹的時候 它跨個山 雨就下在這裡 雨下 事實上這山不高 但是因為它高溫往上提升 溫度就有下降 它雨就下乾 下往之後 它下來就沒有風 沒有風 比較降低 所以它溫度也會提升 提升再到 因為 南部的氣候嘛 南部氣候比較容易下太陽 所以它空氣經過太陽的一個輻射之後 它溫度就上升 上升比較穿 所以它噴風的溫度有時候會到四十幾度 比四十幾度還高 主要應該還是幾度 那加它本身乾燥 所以對植物來講印象很高 然後如果剛好正中午 那個大量 植物就剛好被它乾掉 好 那再講一個 為什麼台灣的冬天吹東北風 夏天吹西南風 台灣呢 冬天吹東北風 夏天吹西南風 高壓 高氣壓跟低氣壓的關係 對 我們都會講得非常好 然後咧 然後高 高氣壓好像下五 高下在北 高下在北 但是我們簡單解釋 我們簡單用我們 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法 而且我們剛剛的 那個海風跟陸風的方式 可以解釋 好 我講一下 這地球 我以為是台灣 這是 這是旋轉軸嘛 太陽在這邊 所以夏天的時候呢 哪邊夏天 這個時候是哪邊夏天 夏天 哪邊夏天啊 是南半球夏天還是北半球夏天 南半球夏天 南半球夏天喔 北半球的冬天對不對 太陽塞在哪裡 塞在南半球 對 所以南半球的水會比較熱 是往上飛 所以往上 往高空吹嘛 所以哪邊的空就浮下來 對 北邊的空就浮下來對不對 再加上克斯力的影響 所有吹都是東北風 有接觸嗎 有接觸嗎 這樣是全球都一樣 克斯力就是王金銘 對 一般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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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基本上都是一樣 但是你要有 你要有大面積的一個 一個空間 比較不會有變化 假設譬如我旁邊有峽谷 你說有峽谷要吹東北風很大 或有山脈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 北半球的空間就是 就是 假設這是 像我們台灣就是在 太平洋的旁邊嘛 所以這部分吹東北風沒有 因為東北風沒有什麼阻礙啊 所以基本上那個 北半球中間都是 東北風 東北風 不過我們這邊叫東北季風 而且 但是這比較靠 是他這台 這台空間是 要靠近赤道 不要影響 真的 你路比較遠的地方 就沒有所謂的 溫度的踢度 因為溫度的影響怎麼那麼大啊 我知道在北京都是吹淡風 因為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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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吹就是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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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非常好 好 然後 反過來 反過來 小朋友就是 太陽在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夏天 這步度比較高 對 這步度比較低嘛 所以就吹過來就吸打空 OK 就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冬天要 要升太陽就去 冬天升太陽就去 冬天升太陽就去 南半球 南半球 好 還有什麼東西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是不是吹地上 昨天那個 吹天升太陽 誰 其實我在 我在國外的時候 常常看到冬天的時候 我們 很多同學都直接趴在草地上 今天太陽突然出現了 噢 那個虛褲 外國人都這樣 他們就 太陽比較大 就看到草地上 現在一堆在草地上 有有有 在那裡 那田地是有恐怖分子經過 為什麼 你現在這個肢體住現在草地上 噢 沒有流血 沒有流血 好 沒有流血 還有瓦尖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呃 問題 還有什麼 瘋狗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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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賈克 郁茲祥 請在下回分享 好 請按讚 好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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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都在家看影片的按讚 對 他說你按讚 按讚分享 然後那個 那個圖片 那個圖片 就會出現分寫的東西 超純的 瘋狗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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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看到那個 我實際也標示 就是 對 我不想讓你那個 不過我覺得那東西很無聊是 你要分享去分享嘛 幹嘛按讚 真的是 我覺得很好 而且每次按讚 都有這篇感覺 然後不然就按菜 按些東西 然後 那你怎麼按 你真的會去按 誇張欸 太蠢了 天啊 我是說有人說你留言啊 有人說你留言啊 有人說你留言啊 有人說你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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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個我剛好看到下面有一個人放了一張 就是那個 就是他沒有留言 他貼了一張圖 就是